什么手机 插面 多少钱足够 九千多块 我就一个人 上去抓她的话 不一定抓得住 而且还会惊动她 然后我边追就边打电话报警 中间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还跟丢了 我又返回来找 然后在一个巷子里面又遇上 她一面就冲我这边跑过来 因为我穿着美团的服装 她以为我是送外卖的 警察还没过来 我只能继续悄悄地跟着她 直到警察赶到 我们才一起将 我们已经对这位外卖小哥 进行了表彰奖励 并且我们也为他申请的 建议永违荣誉 再次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遇到类似的情况 能够挺身而出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平安勇敢 我们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